有政治學者認為官方時隔這麼久 再次重提修憲、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是因為觀察到社會有很大的反對意見 有突然襲擊的一個效果 他們私底下的議論很多 國際媒體、國際社會的反應和質疑也很多 這一次是在事後做一個辯護 很明顯是通過社交媒體 來滿足中共內部的基層黨組織學習 以及一定程度上來回應外界的一些質疑 吳強認為文章沒有引用太多政治理論 也沒有嚴謹的論證過程 都只是一些簡單的說法 明顯是針對基層民眾和幹部 他也留意到作者在文章的最後 以不明真相來形容一些不滿修憲的人 他認為這樣說有特別意思 他認為官方只是避免將不滿修憲的人 直接打成反對派 以免太多人被迫其道政權的對立面 吳強認為官方之前有一些輿論監控到 觀察到民間有不滿的意見 所以現在就嘗試透過社科院 來安撫這些反對聲音 有線電視記者 翁滑海 北京報導 他說是否就能當中嗎 這樣就直接聽著說